歡迎收看今天的總幹事TV 我是姚哥 今天是2021TKC 台灣卡丁車錦標賽的永安站 這個疫情一再的延宕 讓這個賽事的部分一直一直被延期 好不容易現在看到解封了 全台灣有70多位賽事好手 已經來到這個賽場上了 這一次的比賽 競爭相當相當的激烈 肯定血脈噴髒 如果你沒辦法來到現場 就讓我總幹事姚哥 帶你一起來感受這現場的張力 好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我們的賽道的部分 我們永安賽車場的賽道 目前是以台灣的卡丁車場來說 算是中大型的賽道 它的全場有來到1.1公里 加上你看一下我們上面的賽道介紹 它有幾個變化 大致上我們的寬度是10公尺 以我目前在開競技車的經驗 是有幾個彎比較特別困難的 兩個大直線 然後接兩個回頭彎 或者是一個直角90度的彎 這個都非常具有挑戰性 你要從非常高的速度 然後煞車入彎 然後掉頭 我覺得挑戰性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困難 但是呢 如果你征服了它 就會有無比的快感 好 幫你們謀福利的時間到啦 先不要忘記 QR Code 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呢 我等一下會幫你們要IG 千萬不要要網IG就給我關掉 還有更精彩的在後面 OK 我是小綠 綠色的綠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零零 哈囉 我叫零零 你們不要因為這樣又停下來了 還有 等等 哈囉大家好我是凱琳 Kella也請 你好我是美燕 哈囉我是陳丁 不要止旋 不要止旋 叫你變態不要這樣子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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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喔喔喔喔喔 欸 我們車隊的福利就這麼好 你看 隨時還準備防護員 如果在場上遇到什麼狀況 即時都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這是我們的防護員小禎 感謝他 好 廢話不多說 馬上起來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 浩車隊的準備整備區 PIT區跟他們的休息區 那我們來訪問一下我們的賽車手 賽車達人姚元浩 嗨浩哥你好我是阿瑤 其實也是受浩哥影響蠻深的 剛來的時候都請他 協助我們分享一些賽車的經驗 我們就一直步入這個深淵 那這一次的比賽 步入深淵不是深淵 這是一個非常正面陽光的運動 請問一下 這一次我們有什麼樣的期許 在這一次的永安戰這次的比賽 其實 我們特別為什麼會投入這個賽車 原因是因為 他是有一個積分的 因為我在去年跟前年都拿下了 DD2的Master總冠軍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只比了一場比賽 那相對的現在的積分量 其實是不夠的 那也代表說 我們其實一年正常來說 是要比四戰 四戰左右 那現在只有兩戰 然後感覺這個分數其實 因為大家都受疫情影響 其實變成說 這一場比賽其實大家最主要是 純參賽 因為 練兵 對對對 因為最主要整個積分都已經打亂了 賽車手小朋友是現在 對對對 其實我們車隊現在 最大的方向還是在努力栽培 我們台灣小朋友 他們的年紀 因為賽車運動其實就是 希望可以從五歲六歲開始接觸 然後一直到 十八二十歲 那我說真的 我們有一點 老了啦 然後只是能夠繼續的努力 推廣 對推廣然後支持這個運動 希望賽車運動能夠在台灣 再慢慢的逐漸的成長 那像他們就是我們未來的動員 來 就是我介紹一下 你跟大家講幾歲 你叫什麼名字 張碩婷 你問名字叫什麼 Felix 然後你今年幾歲 七歲 然後開卡丁車開多久了 像四五個月 四五個月 很快耶 對 他算是我們的另外一個小神童 是 他現在接觸卡丁車 差不多在三個多月 四個月的 的期間 然後但是這四個月 整個暑假 每天幾乎 對對對 你一定有看到他 然後他不斷的練習 然後不斷的跑出場外 不斷的spin 今天是他第一次的比賽 我們也是第一次的比賽 也是他的人生第一次喔 加油 你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的休息室 其實我們只是希望可以把 賽車這個運動可以 讓他更像lifestyle 他可以很舒服的 早上一杯 做杯咖啡 然後靜靜的看這賽道 其實賽道 我覺得個人 我個人覺得很特別 他特別的地方就是 當你如果可以當 早上第一個人 在賽道的時候 你可以感到 感覺到 賽道的安靜 跟他的寧靜 跟他的 跟他的 對 你會覺得很療癒 然後到了 開始 陸續續的所有的車輛 開始發動 下了賽道的時候 鬧哄哄的 又是另外一種 又是另外一種 戰鬥的心情 賽車給我的感受 就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 結合出一個lifestyle 不是很簡單 就是 我今天只是拿了汽油 加入車子 然後發動 一直吹油門 不一樣 希望他可以變成一個生活 然後變成一個 很 很舒服的運動 真的是感謝你推廣給我們 記得你是跑 應該是跑單速吧 我跑單速 好加油 好好的感受一下 二三彎的魅力 的碰撞 的魅力 前面有撞到記得要散過 好 吸取一下他的那個 冠軍 冠軍那個 血液 好謝謝阿 拜拜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右手邊 是我們的K1賽車隊 現在在我左手邊的是 台灣賽車界 卡丁車界 最速王 我多年前玩摩托車比賽的時候 就在他家的場地比過賽 他在彰化西湖的K1賽車場 對 他就是全台灣無人不知的 蔡承陽 冠軍 不要這麼說 不要這麼說 玩比較久而已啦 玩比較久而已 所以這一次呢 你是比幾個組別 呃 兩個組別 單速的 MAX Senior 跟DD2 Senior 所以他是 雙七 所以他是海陸的喔 他是海陸的喔 你幫他注意一下喔 看到他的時候 不對 看到他的時候已經會籃騎了 因為他已經泡你一圈了 對啊 不要那麼誇張啦 那對我們這種新手啊 你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大概玩三個月而已 我覺得說 比賽的部分 當然第一就是 注意自身安全嘛 因為 畢竟賽場上的時候 大家會比較躁進 這是沒辦法避免的 那可能就要 清楚的知道說 假設 呃 要讓車 手勢要打好 然後我們所謂的 讓速不讓到 因為你有時候讓到的時候 又有人要超車 可能就會發生 追轉 對對對 那當然如果第一次參賽的話 時間比較短 我覺得都會以學習 經驗為主 因為 練習的時候 賽道抓地力跟 比賽的時候 賽道都已經差很多 那我們差這麼多的情況下 不要說新手 其實很多的老手 都會有點措手不及 那不要去急著說 一定要把時間 做出來 然後把自己的節奏啊 節奏打亂 或把自己在開車的時候 做受傷 前輩講的就是不一樣 第一個安全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要感受這個魅力 對 就不斷進步嘛 對對對 因為機會難得嘛 我覺得其實我們 練車跟比賽 在洗血間是不一樣的 所以 當然你在比賽過程就是 不斷的會一直進 自己自我提升就好 不用去說 第一次參賽就要去贏 因為可能人家說 比賽當然要贏 但是 有時候因為想要贏的 這欲望太強 往往都會做出一些 比較 愉悅自己本能的動作 所以賽車這條路 是要走比較長遠的 所以要慢慢的去 規劃進步 而不是說 哇 我一口作氣要去做 愉悅自己的事情 亮力而為 對對對 真的 好 感謝我們的世界杯選手 蔡正陽 蔡選手 大家加油 太厲害了 祝你得好成績 謝謝 好那我要趕快做車手簡報了 那我先過去囉 等一下見 掰 快點快點 快點 車手簡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因為 要告訴你今天賽道的狀況 或是他賽事有沒有做改變 然後要確保所有的車手都是本人來報到的 因為這個比賽嘛 就還是講求公平公正公開 OK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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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就是Final決賽了 全力衝啊 毫不保留 一直往前 永安 首席亞洲的首席技師 熊哥 他坐鎮在這邊就可以保佑我們 平安完賽 車手你再快 發生什麼樣的臨場反應是常常的 可是下來之後必須要計師啊 通力合作幫你把車做好 這個是一個團隊合作的改變 比賽 再會踩再快 都一定要完賽 因為沒有完賽就等於零 DNF Do not finish 就是沒有 所以一定要完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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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at Final 等我 因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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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到了9分前 恭喜他们 其实你的功劳其实不会小于拿冠军 真的啊 因为就是因为你这样挡 讲讲话哭了 因为你这样挡 你让所有的那个最强的选手 根本追不到啊 放弃 直接放弃 让车抢 我们所有人都说挡得不到你 他会挡的嘛 你挡到所有人安全 上半仰台 班冬都上去 所以他们要去 球总刚超开心的 对啊 他说全部都上 但是这一问题防守 大家都知道啊 都有看到啊 所以总算是李宗盛 你不要记叫他的名次 因为他是防守型的选手 但是有时候如果弹出去 赢的话也是很吓人哦 我问你 你答应 过来 你答应 你答应 你答应